不要向我解释 因为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是因为有很多很多 就像直播间现在有很多人 从一开始看到我们俩现在 是不是 然后呢 我说你不要跟我解释 你像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哥哥给你解释 现在他们的话呢 对于 你要你要看干嘛呢 什么你要看干嘛呢 他为什么开始不说清楚 我不知道 其实各位伙伴们 我真的被他搞晕了 我被他搞晕了 生病了就抛弃吗 他是 他昨天跟我这样说的 因为刘雨晗跟他的话呢 是世交 然后呢 他的爸爸跟妈妈是很好的朋友 平时也在一起做生意嘛 然后呢 就是刘雨晗的父母的话呢 是求着张浩的父母 就说陪他女儿 陪他 就是跟他女儿演一场戏 然后呢 就是想让自己的女儿 就是感觉 可能就是走的时候的话 也觉得 没有遗憾的那种嘛 然后呢 我说 我说你这个东西没有关 没有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哥帅们 是不是啊 跟我关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跟你的事情 扯不到别人 对啊 他身边又 又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赶紧找新男朋友 为什么要给张浩机会 我没有给他 我没有说要给他机会 所以说 哥也说 你们说是不是 刘雨晗生病 关我什么事 我们俩 我跟张浩的事情 是我们两个的事情 关刘雨晗什么事 即使他就是想要 想要就是跟刘雨晗 嗯 就是为了他的心愿 跟他在一起的话 他可以跟我说呀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看 看病例呢 搞不懂 因为他现在张口闭口 都在说 就是刘雨晗的事情 所以说 导致我们俩才会这样子 然后呢 我又跟他说 你不要跟我解释 总觉得 你还希望跟张浩在一起 如果说 我希望跟他在一起的话 我现在也不会在直播间 跟他说 跟你们说 我不会给他机会了 如果说 我想跟他在一起的话 实际 我不开播 对不对 我不直播的时候 我私底下跟他联系的话 你们也不知道呀 对不对 各位说的 交心比心 经理多大了 我23 那他明天来看 就是明天来找我的时候 我怎么办 各位说的 那你们说我怎么办 我觉得张浩他应该有自己的苦衷吧 姐姐心疼你才多说了几句 我知道 我知道直播间的话呢 说那些话的人都是为了我好 所以说 我才会听你们的 就是那些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吗 他来找我的话 那我难不成 我不生活了 我难不成一辈子躲着他呀 远离远离 那我 各位算吗 那我不生活了吗 难不成我一辈子躲着他 不见他 那事情还是总的要解决呀 只能那么长时间是你没有放下 那是我没有放下的话 那我早就去找他了 现在并不是说是他来找我了 那你就跟他在一起 你也放不下他 许一鸣 许一鸣的话 那之前的话呢 就是一直都是站在张浩那边 来骂我 现在又这样说了 我的天哪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解决 他来找我的时候 那怎么办 他来找我的时候 我不理他 然后他守到我 守着我 然后呢 我啥也干不了 你不理他 他还会回来吗 你拉开他 怎么还有你的消息 他会不会换个电话 来打给我吗 现在是我没有联系他 现在是我没有联系他 是他一直都在骚扰我 受害者是我 为什么有个别人都是在觉得 我想跟他在一起 你们有个别人 有个别人 这句话的话 有你们可以跟张浩说 这句话不应该对我来说 是因为他在骚扰我 现在我的生活被他搞得一片缭乱 你可以拉黑 他会不会换了电话号码来打吗 我把他拉黑 我不只拉黑了一两个了 嗯 陌生电话都不接 因为但是我要 我卖货的时候 挂的都是我的电话号码呀 有时候就是有很多 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他们买的东西 不知道就是 快点找不到了 他们也要给我打电话 那我总不可能 电话一个电话都不接呀 我换个手机号 我现在家 我现在这个卡 这个手机里面有两张卡 手机卡都装不下了 我还要换一张 但是那些电话号码 都是必须要的 喜欢一个人并没有错 想跟他在一起也可以的 但是我现在的话 没有说想要跟他在一起 现在是因为什么呢 现在是是因为他一直都在骚扰我 他一直都是怎么呢 他现在的话呢 把我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的 啊 那证明他心里还有你啊 子音 他现在后悔了 之前你去找他的时候 他还叫你回去 不要来找他 可能就是因为他放不下 你想重新开始 发错货了 两包全发生麻辣的 联系客服去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哈 这个姐姐哈 不好意思哈 你不要牵着走 现在不是我不要牵着走 是他 他说要来找我 然后呢 我一直都在跟他说 我一直都在跟他做 就是开导 我说我们俩已经分手的话了 你过你的世界对不对 你有你的生活 我有我的生活 大可不必去 打扰对方对不对 现在这种他现在这样做的话呢 是给我带来了很 很多很多的真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各位帅们 我一边是我妈妈 一边是我妈妈 一直在说我 你就是不要让张号来找我 来找你做普通朋友 无所谓 但是我 他来不理睬 谁你说去心里话 你还喜欢账号吗 我觉得你心里还是有账号的 嗯 我觉得 就像我们就是之前有一个人说他说话 我们俩可能就是有缘无分 我可以让说 没有缘分的人的话 你支持你怎么爱他 或者你喜欢他 都没有没有什么作用的 就像你们说的 门不当户不对 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让他觉得你还喜欢他 我是从哪点 你呃余生 你是从哪点觉得我还喜欢他 和他一起的时候 你感觉看起来就是可以的 如果你觉得这些事情无法原谅 而且很烦恼的话 就干脆说清清楚拒绝掉 张那个时候还给你 对你挺好的 买了很多贵重的东西 嗯 你不果断拒绝 你是当事人吗 你是我吗 你有没有看到过我跟张 就是在对峙的时候 你又没有看到 所以说我觉得哈 有有个别人哈 不要站在道德的最至高点上 去评论一个人 我觉得 我是当事人 然后呢 我知道这个事情的话 该怎么做 有人说哈 你躲着他呗 你不要见他呗 那我的生活 我还要不要过吗 我就是因为他 我不过生活 我不赚钱了呀 我总不可能躲 躲一天躲两天还好吧 是不是 那你能躲一辈子吧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直播里聊他 你有哪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在聊他了 是因为有人在问 有人问那我要不要回复 有人在关心我 那你要拒绝你关心的 关心你的人吧 我刚一开播我就在说 不要再提某人了 刚有一个人 我一开播就有人在问 张浩呢 张浩呢 我我跟他说了 不要再提某人 我连他的名字我都没有提 感情的事情就只有当事人才能提会 所以说 各位说爱们 说实话 说实话 我其实我真的很不希望他来找我 我也不想再过度再去解释我跟他的事情 我跟他现在分手了 快三个月了 还是有人在问 一进来就有人在问 你现在你跟张浩分手了吗 你跟张浩分手了吗 他来找你没有 然后呢 你现在这个名字为什么还是张浩的名字 然后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的 然后呢 也有个别很多很多人都是在关心 出于关心我的原因 才会去问我 我觉得我不可能去拒绝一个关心我的人 对不对 做好自己就对了 加油 谢谢我们姐姐阿姨妈 自己喜欢就做什么 谢谢我们这个乐乐奶奶 卡了 那么网络卡了 这个卡了 网络卡了 这个网络真的 我真的 谁提了 就说风 风清云淡的 也许分手了 别的不提 姐姐 真的 有些人的话 他们是 我跟他们说 我跟 我说我们分手了 然后呢 他们又会问 怎么分手了呀 为什么会分手了呀 你为什么不回复我的话呀 我在我在问你账号去哪里了呀 所以说没有办法 我这个话题我也不想去说 我也不想去提及他 但是有人在问 那我总不可能 对不对 走自己的路 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不要管别人说什么 这不现在人复杂 你自己拿注意 谢谢我们姐姐阿姨妈哈 没事说多了就淡了 对吗 说多了就淡了 是不是 以后的话还要过 然后呢 我觉得哈 这个世界上的话呢 可能十个人当中 九个人是善良的 一个人 他是来看我笑话的 刚刚有一个人 他就这样说 他就觉得自己说的是对的 然后呢 别人说的就是错的 所以说我真的很讨厌 就是有些人哈 站在 道德的最最高点上 去 哦 把你的 你的你的想法去强加到别人的 想法上面 思想下面 想要把这个人的思想就是灌输 没有办法 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的 你是情感主播还是带货主播 要自己搞清楚 你是情感主播还是 你要自己搞清楚 人是有感情的 雪莲花 人是有感情的 我是一个带货主播 但是我同时也是一个人 我心里面 心是肉做的 相信你的肉也是 你的心也是肉做的吧 对吗 带货主播就可以 也不可能不聊天呀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哎呦 各位说 我的网络卡不卡呀 对吗 你人与人还是有感情的 对不对 就像我们 家里面有宠物 对不对 相处时间久了 他也是有感情的 也何况我们是人呢 我们都是以心去换心 我的天呀 居然有人说 你是情感主播还是带货主播 带货主播就不可以聊天了呀 那你的意思就是 我是要变成一种商业化 就比如说 一开播就要给你们卖东西 怎么讲 我的任务就是卖东西吗 不是 我的 我觉得我挣钱 我挣钱的 挣钱的路上 我还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些事情 然后呢 也可以跟你们聊聊天 那你就不要说别人 不要问了 那你就不要说别人 不要问了 台杆的人 你看 现在有人 有人在问哈 雪莲花 你可以睁到你的眼睛 去看一下 公平 就像这个守护 他说 看到没有 并不是说什么呢 并不是 视频号总监 视频号总监 取关了 我不用你取关哈 拜拜就拜拜 下一个会更乖 大伙都是从自己的感情故事开始的 支持支持你 谢谢哈 各位帅猫哈 所以说并不是有时候 并不是说什么呢 并不是呃 我想我想去提及他 是因为有人在问 看到没有 你们都看 都有看到公平上面 现在有很多人都在问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我不想回复 但是也有人在问 各位帅猫是不是吗 别人问你不回 干嘛要回 了点自己开心的就好了 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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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生怎么吃 我说到了 香生拿来 呃 煲汤吃 或者拿来泡水喝 都是可以的哈 今天晚上好 晚上好 各位穿 忙好 我这个网络太卡了 我的天呀 我的网络太卡了 我快疯了 我要 好的 你故意不成啊 有点卡不卡呀 有点卡不卡呀 不卡不卡 我一开始就关注你了 谢谢我们直播的歌 也是刷一猫哈 谢谢我们姐姐爱一猫哈 因为我觉得很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歌姐叔叔阿姨们 就是一直从一开始都是看镜 到现在的帝家阿姨们 不卡 现在还卡不卡 歌姐叔叔阿姨们 我这个网络不知道怎么搞的哈 可惜喽 爸爸 你吃的说 我们的业拿的 不许是多业的 不许是多业的 你故意不许是多业的 买了穿背 我的天啊 这个话能不能说呀 这个名字能不能说呀 能吃吗 两年多了的话呢 就不能吃了哈 姐姐 为什么你买了两年 为啥还没吃 梁主持收到了 蜜也收到了 谢谢我们向阳花姐姐哈 亲者自亲 不用去理会别人怎么说 好的好的 子音好 子音好 下午好 各位说 下午好哈 子音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很好听 我的声音很好听 各位说 我的声音不好听了吧 我的声音的话呢 是很难听的哟 这样子 各位说 我给你们唱首歌吧 因为今天的话呢 我的这个网络太卡了 我的网络太卡了 我这样子给你们唱一首歌 我给你们唱一首歌 然后呢 给你们唱什么歌呢 我给你们唱一首歌 给你们唱一首歌 没有发明可以吃的 没有发明可以吃的 嗯 但是那个名字我不能说太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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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你对张好有感情 你帮不下去深藏的 不要怕 不要怕吗 我是关注的 你两年第一次偷没离开 你难过我一阵子 他第二次又来 他你原谅他 我还替你 替你甘心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后面又发生这些事情 是不是 真的我觉得确实哈 他这样子做的话呢 我觉得也是很伤我们的心 包括你们也是 好的 好 哦就是 你这个宽大现在弄好没有 还没弄 咔的很看 就是这个网络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是这样让这个电信的 弄一下 你要重枪哦 不不不不不不不你起来容易的 我再摸摸摸开 你看这个 你不在看 那我觉得反而来 有时候直播满这一块的 哦哦 再摸摸摸开 这个拿下来 这个 拿着拿到凳子上面那里去 端来去的怎么摸 对你放在那里 我给你拍下去 有时候你们直播满这个的 这样子 因为现在那个国家在那个 搞直播的 我们现在因为你们能量异常 知道不 上面在延长 啊嘛 现在开个开个宽带 就那么都那么延了 只要真的流量异常的 广内部的都要精油 嗯对可以 这样子 嗯 直播卖这个的 我就这样子发上去 你们直播这些的 完全没问题 发上去的国家是允许的 知道不这个是 哈哈哈 对你卡一卡的卡得很 要把你重启到 你管了啊 他管了可以吃你哦 你现在是开始直播的嘛 开始直播 然后现在卡得很 那要不要重启到 能不能 你不影响不 你要影响 你你重启吧 你重启吧 没事 重吧 不管他了 今天 反正你把它弄好就可以了 嗯 因为我这边包上去以后 可能只是明天上吧 可能最少三个公里以内 三个工作日 对 才把它弄好 三 电信包上去 帮忙聊这个 呃 那个中国信息财业部 背部 因为你们的这个 留言是用的车子 这一开直播 留言就会一软了 上行下行都会一软 都会一软 好 好 哦 各位帅们 嗯 我的感受就是 我的感受 从 我的感情从 胃 胃动 差不多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切身体验 希望能帮助 谢谢我们几家一忙哈 啊 跟你差不多 其实我觉得有些事情的话 也要看缘分吧 如果说没有缘分的话 你即使再怎么样都 直播卖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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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杀鸡肉 是吧 对 各位说 现在我的天呀 开个开个就是 各位说你们刚刚听到这个大哥说的没有 没有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个网络那么卡吗 就是因为现在的话呢 就是管的挺严的 开开个直播 呃 然后开个宽带 都要上报 上报一下 他是为什么 开开宽带呀 那些如何如何 哥我的天呀 现在好严啊 我抽什么 抽什么 抽什么 天啊 啊 我给你说 我们网络卡不卡呀 网络卡不卡 您ак 我给你一位 你 你 就